最佳改編劇本得獎的是 李俊碩 濁水漂流 恭喜 濁水漂流 改編自香港社會事件 講述街頭露宿遊民遭警方清場 而狀告政府的真實故事 獨家者的生存現實 與多元觀點交織 節制不渲染且細膩誠懇 這是李俊碩繼翠絲後第二部劇情長片 也是她的第一座金馬獎 謝謝金馬 謝謝品位 三年前我第一次來金馬獎 站在金馬獎的時候拿著一個獎的是湖泊 她用生命寫完了最美的事 《大山極地宇宙》是一個影響了我 也是影響了我這一代的電影人的一個電影 謝謝胡博 創作的路很艱難 很孤獨 我很幸運 有一群一直支持著我的夥伴 戰友 多謝我的家人 多謝我的外人Zanny 多謝MM2上下 多謝老闆Melvin 多謝我兩位勞虎功高的監製 Manny和Flora 多謝我... 不好意思 多謝我所有的主創 梁明佳,Albert,潘奕森,麥希恩 多謝黃顯仁,多謝Cyrus,多謝Kent Wimpy,多謝你們的陪伴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每一個訪問過的人 多謝他們分享了他們生命的故事 在這一刻 還有一群加油 他們第三次提告 在法院裡捍衛他們的尊嚴 縱使人生很多缺陷 但是這一刻他們是善良而正直的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們 最後 多謝香港 香港加油